美国总统押忆台湾占领判 美国总统有决定 孙万国共法实验台湾地位政策法 第二,台湾民政会主典时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共法 国际战争法 与金山合并教育 第三,台湾民政会立定时 无使用独立、逾武力 输出国中方法 让留望中华民国 继续在台湾占领 就是台湾民政府的立定时 对中国市民健康 留望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无合作也无配合以上 请主席就位 我们各位学员 大家平安,大家好 好 我叫做盘良华 那么很欢迎今天大家 请开时间 也开情 我来这里 大家来三个健康 台湾的地位 那么 我过去 很幸运 会来识识的 我们的秘书厅林志生 我在八丁月前 就是两千空六年 七月第一时 在库库市 那时候秘书厅林志生 在那里选库库市市场 那么他有办演讲会 我刚才有机会去 他知道那场 那场我感觉 改变我的 这八年来的 书客风释 也改变我 很多 对台湾的了解 以前我在 民进党 我以前算 民进党赌生日 我就加立了 然后又对民进党失望 去加立建国党 我在民进党 或是在建国党里面 没法抵到答案 都在我们林志生 彼此上 他这个法理研锡营 他所出版的车 来抵到答案 那么 他本身也像一个 我的日点 我随时跟他问 他都很快速 可以说好像毫不思索 就随意 不用再考虑 随意跟你说答案出来 让我都不是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的 那么因为我们台湾人 六十九年来 让国民党政策 国民党政府 给我们教育 给我们欺骗 用隔的历数 来给我们做育民教育 所以台湾人 又骗得大家都哄哄 可以说 有一句话说 百岁的说一百遍 嫁也变得真的 那么 中国人来后 好不容易 日本政府开五十年 跟我们教育的 一些好的习惯 修法 修习 修信用 这些好的文化 都一个一个都 瘫了 你看最近这一两年 然后就塑化剂 然后就什么 像这个帝国有的就发生 这 食品食安问题 民以食为天 食意住行娱乐实行 要白帝 就是我们人民最基本的 结果这个政府 尽到所有的台湾人 并且像中国人 唯利是图 短视尽力 好像想到自己的利益 把人死了了 没问题 没有公主心 那日本人 在我记得四五年 前这个群流感发生 他们日本第一次发生群流感 就是有一个农民 刺的鸡子 他那个鸡店发生群流感 选择检查到 幼儿章每年检查到 所以 因为整个日本 大家都有意 这群老婆 他好像判施 两个所在主宰 他们有羞耻之心 说过去将来 不发生这种群流感 在我的鸡店里发生 这样他们两个 好像 好像对不起 他们日本这些国民 来造成恐慌 这如果在台湾 从中国系统搞得下来 如果这群老婆没死在台湾 他们可能 偷偷把这些鸡子 我说我小孩去买掉 还是台台的 我如果手指买掉 但是他们日本人很危机 不对就不对 整个鸡店都消费就消费 这就是 作成说 这次的帝国有事件 有镜头那些 不是人要吃的 是动物要吃的 这些东西 会油 来联署我们人在吃 还联署你 检验单位 还减少 都合格 这头角是很好 但是都用不到地方 所以就是说 今天 我们来这里 为什么要来修训三天两枚 就是要把我们头角里面 69年来 国民党政府 把我们放在头角里面这些本舍 要来联署 来联署 那么 我希望说 你们这三天两枚的中间 可以尽量 尽量来学习来听 所有工夫说的课 把我们头角的本舍来联署 那么我今天要说的 帝国是 台湾国际地位政胜化 由这个帝国 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要让台湾国际地位政胜化 就表示我们现在没有政胜 所以我们要让它政胜化 要怎么让它政胜化 最起码就是说 我们要先为自己的头角 先到政胜化 把一些真相都说出来 让大家知道 那么我就依照我所经理这些资料 来向大家说 那么 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 法理上台湾近台主管地位的变法 来做一个简单的教育 这个马材厚林 今天讲工师会讲清楚 我简单说一下 我们是在 195年 日本天皇已故下官教育 就是 郭敏东所说的马官教育 由台清皇帝出在台湾 这个下官教育 马官教育 这是国际教育 国家和国家 台清帝国 和大日本帝国 他们是皇帝和天皇 所签的国际教育 这是合法的 就像我们在买买 也有合约书 有经过合约书 合约书 合约书 搬过后 搬过后 这上面也有搬过后 好 那么 但是来到195年 就是1945年 8月15 日本天皇因为那位美国 日本那位美国建立了原主堂 日本天皇没有条件到行 所以在195年来签 糾金和平条约 糾金和平条约 糾金和平条约是1952年 四月二月比较适合 这里所说的是 日本政府 由金山和平条来放弃 台湾和平条约 就像放弃管辖治理权 租款不放弃 租款要在日本天皇的手里 这个简单的说法就是 好像你有一家庭土地 我判断法来给你租 那么我付钱给你 要账客就账好 譬如我给你租五档五十万 帮你 那么你上面就是放弃 这庭土地 地上管辖治理权 但是租款 所有款都没有变名 也是要你的名 但是你如果五档到 你如果说我又不想再做你 你不想再做我 五档到 你就连管辖治理权都收到回 所有款都要在你手里 不扮过后不过命 好 那么目前台湾和朋友要在 主要占领团国 美国军事占领中 这个主要占领团国 是究竟我们河边条里所说的 美国是我们的主要占领团国 现在 依照台湾管理法 尤其台湾在你当局 就是以前的中安民国 在台里管理 就是因为有这个 台湾关系法 美国定的台湾关系法 来控制台湾 包括中安民国 这个流氓政府 包括我们本土台湾人 都在美国的掌控下 所以什么事情 都要美国所有才算 这就是台湾关系法 我们待会儿会说到 好 再来重要 这基本的概念就是 我们进去 你 好 OK 不是国有 那个叫做北京话 我就用北京话来讲 你是中国第二代吗 还是 OK 好 那么我现在讲 台湾 有很多问题 好 那我们来 先了解 到底我们是谁 很多人搞不清楚 自己的身份地位 你如果搞不清楚 那你就很可能会 任劫咒妇 好 最先 我们要先了解 台湾有两大族群 好 本土台湾人 有两大族群 第一个就是这个 潜粉红色这个 这是叫做高沙原住民族 就是中央山脉以东 这些东西 这个地方 我们高沙族有 目前 有16族是被中华民国 内政部 内政部有承认 好 但是 住在西部 平原地区 这边的族群 叫做平浦族 平浦族 也有10个族 其实要细分的话 也可以分到14个族 但是 我们就讲比较 大家有研究过 有承认的 好 宜蘭地区 有克马兰族 那么宜蘭也有一个克马兰客运 好 那么台北地区 陶竹苗地区 就是凯达格兰族 那么就是总统舞前面那条 本来叫做借寿路 陈水扁当选 2000年当选总统以后 就把那个道路改成凯达格兰大道 就是经常有政治抗争活动 都会去那个地方 好 那个是纪念凯达格兰族 好 那么陶竹苗地区 有道卡斯族 托卡斯 好 那么中部地区 包括苗栗 彰化 台中 南投 这里有三个族群 有巴则海族 还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三个族群在这个地区活动 好 那么嘉义跟云林 这里有一个红安雅族 也有人讲座红雅族 好 台南地区最大的一个族群 叫做希拉雅族 希拉雅 那么希拉雅又有两个分支 一个就是2009年8月8日 那个莫拉克风灾 山崩土石流 被灭村那个小村 那个族叫做大满族 那么 这个大满族 他们那个村庄 本来每年都有在办理业绩 平补族业绩 现在那个村一辈妹村 剩下五六十个人 现在很多那个 实战团体都在帮助他们 好 那么另外有一个族 就比较少人讲 是高平地区的马卡道族 他也是希拉雅族的一个分支 很多语言生活习惯都类似 那么这个族群比较少人讲 马卡道族这个名称 就是在谢长廷当高雄市市长的时候 也是要纪念这个马卡道族 所以他就在中关县铁路旁边 就开了这条道路 来纪念马卡道族 那 你看这个叫做马卡道路 马卡道族的 因为马卡道道路 你如果说马卡道道路很奇怪 所以就直接叫马卡道路 这个是中关县火车在跑的地方 那你要记这个高平地区的马卡道族 我跟你介绍你一定会记住 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 火车来一撞我看就 非死即伤 这样你就会记起来了 这个族群很少人在讲 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 其实全台湾85%的本土台湾人 有高沙族加平普树的基因 85%以上都有 平普树有什么特征 我们可以看 你只要把你的手弯起来 这个地方会有一条线 这个地方会有一条线 凹痕 有的在左手 有的在右手 好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脚 最小的小指头 指甲有裂痕的 那个也是 也是它的特征 另外就是说像 像我这样 轮廓比较深 或者肤色比较重一点 就好像烤面包 像我这个烤的 稍微搭11分熟 这个也是 是 另外有一些特征就是说 生活习俗上 女孩子生孩子 做伟来时 做月子的时候 会吃那个麻油鸡酒 麻油鸡酒 那个也是 那就是很多就是 拼捕足留下来的习俗 还有什么 分伤喜庆 不过坐大尉 就是舅舅要做大尉 那也是拼捕足的特征 或者 嫁娶的时候 会用檳榔 当那个礼品 在招待客人 这样子 这个都是拼捕足的特征 好 那我们来检讨说 为什么我们会拿 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 其实我们是日本台湾人 因为 刚刚我们看到 大清以前 嫌我们台湾 那时候李鸿章上书 跟那个皇帝咒书的时候写说 台湾这个地方 得之无所加 得到好像也没有加多少东西 失去 失之 无所损 也好像没有损是什么 这个地方 他嫌我们这个地方叫做 男无情 女无义 鸟不饮 不香 所以说 割让给日本好了啦 就这样 就把我们放弃了 好 就割让给日本 那日本来统治50年 把台湾 很认真的在管理统治 让我们脱胎换骨 很可惜 后来战败 根据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 命令蒋介石来台湾 来替美军占领台湾 所以 他们蒋介石的部队一来 隔年 就用行政命令 1946年1月12号 用行政命令 说 用宣布说 所有的台湾跟澎湖的人民 都回归祖国的怀抱 都回归中华民国国籍 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么其实 那个行政命令是没有效的 因为 他一发布 美国跟英国的外交部 马上发电文抗议 说 跟日本的和平条约都还没有签订 台湾跟澎湖何去何从 都还没有决定 你怎么可以变更当地人民的国籍 这是违反国籍法 好 那实际上 我们要来讲 用合约来讲 1952年4月28号 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那一天 是在美国强力的要求 强力的主导之下 要求日本政府 这个日 要跟中华民国在台北 这个临时首都 来签一个叫做台北合约 因为如果签合约都会有一个地点 他比如说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在美国的旧金山 那日华的这两个国家 签的叫做在台北 所以叫做台北合约 他的第四条 第四条怎么说 我们来看 就本约而言 中华民国国民应是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以施行 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 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 你看 讲澎湖 台湾讲三次喔 这里讲一次 这里又讲一次 到这边很奇怪 即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 这个就是在讲我们日本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的定义怎么说 就是在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号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 居住在台湾澎湖的居民 还有他所生下来的后代 为什么要与那一天呢 因为那天刚投降 美军也还没有进来 美军也还没有派中华民国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 所有住在台湾的人都是本土台湾人 没有掺杂外国人 这些人就是本土台湾人 那他为什么这里讲三次台湾澎湖 台湾澎湖 你怎么看到我这边用红字 四位 我把你们当作中华民国国民 其实我们不是 只是为了行政管理方面的方便 把我们当作视为中华民国国民 马英九不是有 他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那么因为高沙原住民 在那个大安西的河畔 有盖了一些检疫的房屋在那边住 没有所有权状 那么马英九跟他们喊话说 我把你们当人看 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 有没有 我把你们当人看 他的心理是说 你不是人 我暂时把你当人看 这个一样 你不是中华民国国民 但是我现在 把你们当中华民国国民 来看待 来管理 就是因为这一条 所以我们就暂时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那么台湾人为什么没有国籍 这是我们2006年10月24号 林志生带领228位本土台湾人 去告美国总统 还有国务院 还有国防部 告美国政府这个很困难 因为美国的法律 所以国家有免述的权利 那我们去告他 美国的联邦 那个 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 地方法院 收件 他有收件代表什么意义 就是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 那有司法管辖权 就是因为他是占领者 他是主要占领者 所以台湾为什么 中华民国 台湾的中华民国 什么事都要看美国的脸色 什么东西都要听美国的话 好 而且联邦地化法院判决我们本土台湾人 无国籍 好 这无国籍 有原因 好 我们来看 刚刚那个1952年 日本是跟中华民国签台北合约 但是那个台北合约 因为1972年 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所以跟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 那么一断交 那个刚刚所签的台北合约就失效 本来我们拿到中华民国的国民的身份证 出国要拿中华民国的passport 我们暂时拿到中华民国的国籍 可是在这个之前 就是1952年 旧金山和平条要生效之前 日本的法院又判决把台湾人的日本国籍也取消掉 所以日本国籍1952年不见了 那暂时我们拿的是中华民国国籍 可是在1972年 中日断交 拿到中华民国的国籍 就因为 所以台北合约也失效 变成我们中华民国国籍也失效 日本国籍也没有 所以美国联邦政府 那个地方反而判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那么台湾人潜在的国籍在哪里 要如何恢复国籍 其实我们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人 我们是日本国国籍 那么我们可以依照琉球返还模式 来重新取得大日本的国籍 琉球在1945年的4月1号 美国的那个他们军方国防部 利用跳跳战术 收复菲律宾以后 越过台湾 没有攻打台湾 直接跳过台湾去打琉球 所以那时候是美国的海军总司令 叫做尼米兹上将 率领他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去攻打琉球 大概两个多月就把他攻下来 占领了琉球 好 那么战后 琉球一直在美国军事占领当中 一直到1969年那时候日本政府 日本的国民已经恢复重建以后 也有工厂都重建 那生产也都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外销全世界 开始赚了很多钱 然后日本政府就跟美国政府来协商说 我要赔偿你多少 你才要把琉球还给我 因为美军在琉球 那时候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 美国的军舰 航空母舰 被日本的神风特工队 给他轟炸炸成 飞机被打下来 那美国大兵死了那么多 这些要赔偿 琉球当时就类似被占领 就是被抵押在美国手上 你把战争再还 结果那时候协议就是 美国给他开四十 大概四十三年前 三亿两千万美金 所以日本政府把这笔钱交出来 然后他们就签一个 琉球返还的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 在1972年的5月15号 尼克森政府就把琉球 包括钓一台 就是尖隔青岛 一起还给日本政府 这就是为什么 最近这一两年来 钓一台事件 中国的空军或者海军 经常去骚扰 去靠近钓一台 或者飞机毁业过 钓一台的领空 那么很多记者就去问美国 那么美日安保条约 有没有包括钓一台 美国的回答说 只要是日本政府 行政管辖的地区 都在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 那就是钓一台 如果被中国占领 美日安保条约就会启动 就会去抖岛把它抖回来 那么当时候的琉球 还没有返完之前 琉球人民如果要去日本 东京或者去那四个大岛 要去向美国的琉球民政府 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 去申请旅行证件 就是类似护照的功能 要去申请那个 才能离开琉球去到日本 那时候琉球等于是 对日本四大岛日本国来讲 是国外的 境外 不能只有拿日本的国民身份证 就去日本东京或者四个大岛 就好像我们平常现在 澎湖的人要来台湾这个大岛 你只要拿身份证就可以登机 不用拿护照 可是为什么琉球原来是日本的土地 领土 在美金占领之下就变成国外 所以你要离开琉球 就是要向美国申请 类似护照的旅行证件 才可以离开 才可以去日本东京 或者它的九州四国 那么结果在1972年的5月15号 依据琉球返还的这个协定 回归日本政府以后 琉球那些居民就自然又取回日本的国籍 那台湾一样 将来我们要求我们母国日本政府 跟美国政府协商 那要赔偿多少给美国 他才要把台湾澎湖交还给日本 那我们也就是按照这个琉球模式 可以重新恢复大日本国籍 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 欧美先进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属地主义 只要一个妇女她怀孕 在那个国家好比说美国 在美国的国土 她50个州里面的任何一州生下来 或者在美国的飞机 或者美国的那个游艇 生下来的多 那个小孩子自然就取得美国的国籍 那属地主义就是有一个好处 我在这个国家的领土里面出生 我就是这个国家的人 那么她长大以后 她会爱惜 会保护这个国家 那么也不会说去生产一些有毒的东西 或者有害的物质来污染这个土地 污染环境来破坏这个国家 这属地主义有这个好处 那么东方的人说到汉族儒家思想 大部分就是属人主义 不管她移民到哪个国家 所生下的人他们都叫做华一 就是都自称为 她比较不会融入当地 她在当地有赚到钱 她就要把这些钱拿回去她的故乡 要去盖大房子 要光中耀祖 不会融入 比较不会融入当地的社会 所以为什么以前美国在开发大西部 要盖铁路的时候 从东部要盖铁路盖到西部 从大清的南方 福建 广东 就是抓了很多 那是等于说贩卖人口 买了很多花工 到旧新山那边去 开发西部铁路公路系统 那这些铁路公路做好了以后 那些人就失业 很多人也没有钱买 船票回他原来的主集地 福建 广东 所以就在当地落地生根 可是这些华人 他们都会集中集在一起 那个叫做中国城 美语叫做China Town 那么这个China Town 就是变成当地最落后 治安最坏的地方 这个属人主义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不会融入当地社会 不会跟当地人一起进步 那黑帮控制那个 当时都有青帮 红帮 都会控制当地的华人的社会 那么我们来检讨 我们台湾人的血统 有一句话 我就用台语讲的 那个闽南语讲的比较通顺 有当山公 没有当山阿嬷 有唐山的阿公 没有唐山来的阿嬷 这句话乍听之下还有道理 可是你细细去想 难道只有唐山来的阿公 当然为什么只有阿公阿嬷没有来 因为那时候海禁 郑成功在占据南部台湾的时候 就台南府城那段时间 大清就有海禁了 因为他们等于是两个国家 是在战争状态 等到政治工的部将施狼叛变 引清兵来攻打 把民政王朝消灭以后 大清也把民政王朝的 没有沙子的这些部将军工教人员 通通遣送回大清 他不要让他们留在这边 又跟本地的贫捕族又搞在一起 又要反清复明 所以当时我这些唐山 为什么会有人会来台湾 根据考证 就是这些人在福建广东 或在大清那边坐监犯科 变成通级犯 可能是汇钱没有嚼 火要钱没落 还是会骗 反正走路就对了 跑路就跑到台湾来 那么因为从大清那边要来台湾 非常的危险 所以一般女孩子 大清就绑小脚 不太容易走长远的路迁徙 所以大部分都只有男生来 男的 可是你要知道 唐山公会来的 除了那些座监犯跟通级犯 一般都很少 就是会来台湾的很少 那我们怎么只有讲说唐山阿公呢 那我们本土台湾人的阿公 难道都死光光了吗 不可能嘛 唐山阿公来台湾是少数 阿嬷更没有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句话以为说 我们复习的通红是从大清那边来的错误 其实唐山的那些男孩子来台湾 十个来 六个要死在海上平均 三个留下来 一个又后围又回去 这个六个为什么会死掉 就是因为那时候船都很小 那么台湾海峡 风浪还有水流很湍急 一个比较长的大的涌浪 那个船进来一整盘一翻 全部死光光 所以平均十个会有 六个就死在台湾海峡 所以有一句话 明南话 登山过台湾 深山几岸 为什么 要再经过这个 逃难那整个是在拼命 因为这个黑海峡很容易死亡 所以他们都很害怕 没有登陆都没有安全感 所以有些人在船上 光晕船吐 吐到胆子都吐出来 又不能吃 很多人就饿死 在船上就病死了 所以好不容易 因为这个船能够平安登陆以后 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埋尸体 死亡的你要把它在海边就地掩埋 所以这些可以说 有人说玩东西的 所以他们在埋的时候 他们在过来的时候 有时候都是组船队 三五艘 十艘这样一起过来 然后登岸以后 每一船上都有死人的就呆 这边就喊 你台湾不会 台湾就是这样来的 台湾就是没有 你那边埋完了没有 这边死了三个 这边死了四个 你埋完了没有 你台湾不会 你知道台湾 埋渊之地啦 玩翁溪的 叫做埋渊之地 台湾你埋完了没有 那么其实这三个 流来的 会不会滑 蛮困难的 我们来看 1874年牡丹社事件 做例子 1874年就是因为 那个琉球公古岛的渔民 碰到海难 那么有五十几个人 从满洲 弘村那边有一个满洲乡 满洲乡 东边的海岸 东海岸那边登陆上来 那么结果因为误会的关系 被屏东南排湾组 屏东的排湾组有分 北排湾 中排湾 南排湾 在牡丹车城那边的牡丹社 他们把他杀了四十几个 只有十二个被 保利村的拼捕族人解救 就送到凤山府城 凤山县城 然后转送回流球 那么日本的外交部门 就向大清抗议说 为什么你们治理的 在台湾的那些人 杀害我们的渔民 大清跟他讲说 用白话文讲说 凡辽以南 非我为藩邦之地 为画外之地 非我管辖 这不是他管的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高沙地区 中央战脉以东 大清这样回答 日本的外交部门 又发信跟他通知说 如果是画外之地 不是你管辖 那我要出兵去给他讨伐 大清又回信说 法与不法 由贵国制裁之 你要不要去出兵给他讨伐 你们国家自己决定就好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那时候正好是明治维新 日本政府有派一些军官 或者是行政人员 去欧美地方去学习 欧洲的制度 或者欧洲的陆军作战的技术 正好找不到地方用兵 就利用这个事件来用兵 所以西江重道 就率领三千名的正规军 就从车城的海边 有一个叫做社寮这个地方 从那里登陆 然后就在牡丹社的石门谷战场 跟我们高砂的南排湾族打仗 那我们的高砂原住民族 当然设备比较差 只有单发的裂枪 或者弓箭或者长矛 可是我们高砂族很会做游击战 叢林战 所以日军正规军 虽然有正规的步枪还有三炮 可是也占不到便宜 所以尤其晚上的时候 尤其晚上的时候 经常被原住民 萊乌营去无踪 无声无喜 就头被砍掉了 所以日本兵越来越害怕 有的都像发神经一样 莫名其妙坐旁边就又死了一个人 去上个厕所都会害怕 趁着趁着要干扰 好 那后来日军也不敢长驱直入 他只能说白天去打仗 到天快黑之前赶快说对不对收回来 打到那个村庄把整个村庄烧掉 那高叉族就利用晚上突起 所以日本兵在作战真正死亡的 大概五六十人 但是他们在那边不敢长驱直入 在那边叫做消耗战的时候 差不多一个月 日军死了快五六百人 为什么 都是他们没有抗体 他们从来 像我好几次去日本 我在日本没有看到蚊子 没有看到苍蝇 日本人的那些部队来到台湾 被我们这边的蚊子一咬 就得登革热 天狗热 如果说交叉干扰 出血登革热死亡力那时候很高 没有药 所以而且来这边水土部 吃到没有干净的水 就拉肚子脱水也死 被毒蛇咬也死 反正就是抗体 麻辣蜡什么 荔极祸乱那一类 所以都是生病死的 所以你说 从大清来的那些登山公 你说这三个会活下来吗 我看最多有一个活下来 日本他们有军医 部队有军医都医不了那些病 热带的病 所以后来日本根据马关条约 拿到台湾跟澎湖以后 拿到台湾马上在台大 现在台大就是以前的帝国医院 马上设立一个叫做热带病学研究所 专门研究台湾的毒蛇 或者是这些内疾祸乱这些热病 这个先带过去了 那么其实明正时期的大清 本土台湾的阿公都会从外 什么原因 从明朝郑成功来到台湾以后 那个郑成功他从金门的廖楼汪 那个士兹起兵来攻打台湾的安平 那时候他的都军叫做陈永华 他们明正王朝当时就是在闽南地区 在招兵买马 在张州 泉州 厦门 金门 还有朝善地区 那些都是讲闽南话的 在那边招兵买马 所以从金门起兵来攻打安平的热泽南城 把荷兰人打败 赶走以后 陈永华就在台南 现在的台南 设了第一座孔子庙 叫做全台首学 在那个地方叫儒家思想 然后用闽南语发音来读汉书 就是孔子的和他们的子弟 儒家思想那些书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讲闽南语 就是从那个时候郑成功来台湾 把闽南语带到台湾 用闽南语当官方的语言 到现在已经到日本来 1895年那时候已经234年能八归女 所以当然我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祖的阿祖做工 当然为了要求生人 为了要当官 你如果会闽南话 他会聘请你当翻译官 在贫补族跟汉族跟那些大清来的官员可以沟通 这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很多人都会讲闽南语的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的台湾人最早四五十年代是哈美 那时候讲说来台大去美国 去美国溜街大部分人就不回来了 因为美国太自由太富裕了 工作又好找 那么薪水又高 那么在90年代或者2000 就是近20年来都哈日比较多 因为那时候日本很强盛 日本的照相机 录影机 Walkman都非常好用 还有电子锅 有没有 很多人去日本就要提个电子锅回来 那就是哈 那么最近自七八年来 哈韩 韩剧 我们很多人喜欢看韩剧 还有用韩国的三星LG的手机 或者开韩国的现代汽车 这是正常的 那么其实清朝的时候 就将我们台湾人满化 而且还试 你如果会讲闽南话 还可以试官 然后试姓 像我的姓 我姓潘 我就是试姓 就是清朝的官员来台湾视察 那么地方官就陪着他 然后经过我们平补族 希腊雅族的社 那时候都会叫什么社 那我们在潮州地区有一个叫利社 你只要听到社那个就是 平补族的部落 那他就问说 这些部落人说姓什么 叫什么名字 那个地方官跟他说 他们都没有姓耶 那么因为我们平补族 喜欢干净 都喜欢村落都会找在河边西边 要洗东西洗衣服洗澡 洗东西都方便 这个大清的官员还蛮有学问的 他就是我们的族姓叫做潘 住在水边的潘 有没有 我姓潘嘛 我就是 我的姓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潘这个不错 你注意看 有水 下面有田 这个田上面会长米 上面还有一片漂白的台湾人 这是我自我这样解释 这你就加增印象我姓潘是这样的 好 不止试信 还试祖谱给我们 我阿公那时候有做一盆祖谱 我有把它收藏起来 我去翻去看 他只说我们是祖先从福建来 福建省来的 没有说是福建的哪一个县 或者是哪一个市 或者哪一个村庄都没有 我就知道这假的嘛 他不只试信给你 连祖谱都试给你 所以你说陈水扁或者谢长庄 要去中国找他的祖先 找不到 因为我在台湾我姓潘的 跟中国的姓潘的没有血缘关系嘛 以前我还有高兴 我那时候才读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教育厅 台湾省教育厅厅长叫做潘振球 我就觉得我们姓潘的 也有一个在做官 做很大 后来长得越大才知道 他那个是中国来的姓潘的 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好 那么日本日治时期 这50年也将本土台湾人黄民化 日本人来台湾是很认真 他希望我们台湾人可以跟日本一样的水准 所以他要我们在1937年开始黄民化 那时候就是说 只要你改日本的名字 穿日本和服 讲日语 日语也是他们说讲国语 这个也是国语家庭 就可能配给福利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税缩给你减半 好 继续 那么我们来看 只要战败之国的人民都要离开台湾 所以保存了我们本土台湾人 还有825以上原祖民的血统 我比较喜欢用原祖民 不要用原祖民 原祖民就是原来这块土地上面的主人 好 那我们来看 战败国荷兰被正成功打败 所以那2000多个荷兰的军民都要离开台湾 好 那么政治王朝被大清帝国打败 把政治王朝人通通遣送回大清 好 那么当时候大清后来又做一个动作 就把埋在台湾的那些正成功的高级将领 或者官员的坟墓 又把它挖开 那贫补族的人就去问说 他不是入土为安 为什么又要把它们挖起来 那么大清的人就跟他们骗说 这些人本来都是从大清帝国那边过来这里的 那么要让他们落叶归根 所以他们的骨头要重新把它挖出来 装在一个翁里面拿回去大清 其实大清的用意不是这样 他就怕这些高官埋在这里 有些逃到山里面的那些没有被抓到 没有被杀死的那些民政王朝的后代 又会跑来 这个变成他们的心灵的寄托 会拜这个墓 所以他一定要连骨头都要拿回去 他就骗说 这个要cue good 要捡骨 送回去他的故乡落叶归根 才会辟印他的子子孙孙 台湾人很好骗 本土台湾人很好骗 是这样的 所以台湾会cue good 就是这样来的 你想想看 这些正正宫的布匠 等于是叛徒嘛 是跟我大清在作对的 要反清复明的 我会大清我会对他们那么好吗 用膝盖想就知道 所以那些骨头说一说说好 船开到台湾海家 通通丢到海里面去 没有好心又把他捞回去 你玩的时候 你会把他捞回去 拿回去 不可能 逻辑不同 好 以前台语有说做脱工啊 就是有一些小孩子来不及长大 就生病死掉了 有一个叫做脱工 就专门在替小孩子收拾的 以前没有车子推这可以推嘛 都是用扁担担 他每次都担一个 都重去扁了 我还要一扁 每次说好 要不然死我整厢 这样两边搅得比较均 都这样 探那个人 可以摆摆黏就好了 有一天 他就担两个出来 但是哭得稀里花啦 人家就问他 你不是说担两个 比较平均比较好担吗 他哭得稀里花啦 讲说 这两个是我的可爱的孙子 就是他 可能他姐姐或者他什么人 他的亲戚的小孩子 一次死两个啦 他就担心了 一次好担心了 靠到妹妹好了 好 那么大清帝国被日本打败 大清帝国留在台湾的 当时候的一些做生意人 或者是各级官员 那么日本跟大清帝国签马官条约的时候 有一个诞书 就是给你两年的思考局 让你大清的子民考虑 如果说你这两年你认为被我日本人管 你不高兴的话 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变卖你的家产 离开台湾 澎湖 有让他们有两年的思考局 可是你看1946年 中华民国蒋介石的军队来台湾 不到十月到十月 大概四个月的时间 他就用行政命令说 我们通通变成中华民国国民 这就是违反国际法 那么日本有给大清的子民 两年的思考局 中国人来台湾 等于说没有给我们的思考局 就直接变更我们的国籍 好 那么大日本国 又被美国丢两颗原子丹打败以后 那么在1945年 那时候在台湾的人口 差不多有六百万 那么大日本帝国 那时候派了大概三十几万的军公教人 在台湾管理台湾 那么这三十几万的日本人 通通被蒋介石用船 通通载回去日本 都没有留下来 而且那时候规定很严格 你只能带一千块的日币 还有十公斤的 你所有的家当就是不能超过十公斤 所以那时候很多日本人就把家当可以卖的 尽量拿出来卖 好 好 那我们来看日治时期 所以台湾人的户口腾本 现在为什么被画了很多黑块 我们看 日本人来到台湾为了要好好治理台湾 他就要把台湾弄清楚 所以他们开始做户口民部 户口腾本 这个那时候大清没有这样做 日本人做事很丁精 就是很精准 一步一脚印 那么他现在要分清楚 台湾有多少个族群 他们这个族群之间用什么语言 所以调查了清楚以后 那么国民党政府来以后 就把这些日本人调查很清楚的 把它涂掉 他就是怕我们本土台湾人知道 我是本土台湾人 我不是中国人 这里面有一些涂黑的 其实就是说 日本人调查的结果 好比说 来到陶族群的地区 他一调查 这个村庄都讲客家话 那他会给你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广 广东的广 可是你不要以为说 这些人就 说客家人就是广东来的 不是 这是这个地区的道卡斯族 的贫补族人 已经被同化 因为他说来的官方语言 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闽南语系统 一个是广东那边来的科语系统 派来这边的官员都是讲客家话 当然他会多少带一些他的军队来 大部分都是他们同乡的 所以来这边讲他们的官话就是客语 好 那么平补族的道卡斯族 已经234年了 就很多人会求商经 会学外来的语言 因为客语 他也是用客语在教读汉文 那我们所有的平补族 包括高沙族都没有文字 只有口语相传 所以是属于弱势的语文 那你忘记本身的族语 只会生在讲客语 他就会给你写个广 那你忘记本族的族语 像南部提区 像我马卡道族 我的族语我都忘记了 都不会了 我只会讲闽南语 他会给我写个福 就是福建的福 但不代表我是福建人 或者福建人的后裔 不是 那么你如果还会讲平补族的语言 他就给你写个书 熟 熟翻 熟翻 那么你如果还会讲高沙族的语言 他给你讲生翻 写个生翻 我们被称翻 还分生的跟熟的 你知道 成翻跟成翻 平补族叫熟翻 高沙族叫生翻 那么因为高沙 他以前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 他说在中央山脉的这个山路下 山脚下都会设爱口 讲说这里叫人子关 所有的人到这边要停止 这个关卡不能再进去了 你如果进去里面被杀在大清不负责 这就是人子关的意思 所有的人来到这个山脚下 这个关卡 就不可以再进去 进去被出草 大清不负责任 所以高沙族他们的语言保留了很好 包括他们的服饰 生活习惯都保留很好 一直到日本1895年来开始 那时候其实大清很不负责任 他都让台湾澎湖给日本 他把别人的 别的国家 高沙族等于是一个国家 他好像在卖房子 我卖我的房子的时候 连隔壁都卖给日本 知道吗 本来是平埔族的西部平原这些 你大清 其实他只有六个豚滚区 就是北部或者陶竹鸟 一个豚滚区 中章头一个 就只有六个豚滚区 没有连贯喔 可是他也是把整个西部 通通就割让给日本 还把不是属于他管辖 他是翻外之地 化外之地啊 中央山脉通通 以东通通是化外之地 不是他的也通通隔壤给日本 日本搞不清楚状况 一进来宣布 我在台湾死证 你们都要听我的 开始要行政的 叫做死证 结果一来 莫名其妙 高沙原住民为什么反抗那么严重 有去看那个电影叫做 在德克巴萊的 举手我看一下吧 有没有人去看 不多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反抗那么激烈 而且打的日本正规军也是 逼青连种 到后来才用毒气 用飞机喷毒气 好 这其外话 所以 被国民党政府来怕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所以都给你涂黑掉 不让你知道 他就说 我们都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这样含糊把我们洗脑 好 被要求撤销助记熟 台湾市政府次内政不管太多 这就是说 日本时期所说的熟番 对中华民国来讲 并非法定的原住民族 他们不承认 因为希拉雅族是最大的族群 你如果把它列入合法的属于原住民的话 那原住民的那个补助款 会被这些一百多万的希拉雅族一分 哇 高沙那边就跳脚了 搞不好那个翻刀要拔出来要出草了 就跟内政部抗议了 所以他不敢承认希拉雅族 也是属于原住民族 那么其实熟番义址平补族 这个台南市它市议会有通过 他们是属于原住民族 那么高雄市跟屏東县也详应这个做法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中华民国的军政府怎么治理台湾 他用了这几招 只用了六招 我们本土台湾人就服务贴贴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利用228事件 他事先 蒋经国他是情报头子 他事先就派情报人员 在全台湾各乡政市 调查各地方的头头 就是士绅 或者是政治领导人物 根据这些名册 利用228事件的时候 就把这些人都屠杀掉了 这些精英大概有3万人被屠杀掉 这些精英是日本政府 花了差不多50年的时间 才教育才训练好的 结果很可惜 这些人才就被这样杀掉了 因为这些地方的士绅人才 他是有能力领导台湾人民 来反抗蒋介石的这些政权 因为他知道 他是三流的中华民国的国民 要来管台湾这些 这些一流的日本台湾人 他可能管不住 就好像说如果 以我们现在台湾的水准 如果菲律宾说要来管我们 我们台湾人会服气吗 当然不服气他就管不下去了 我们经常跟他抗议 好 再来就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 当时台湾的这些日军的仓库 都装了满满的民生物资 那么蒋介石部队来 哇 发现台湾真的是宝岛 物产丰富 仓库都是满满的战略物资 那时候国民党跟共产党 正在打国共内战 你知道中国那边 只要一打仗 人民没有办法好好生产粮食 缺粮缺得非常严重 所以把台湾的米 油 盐 米 茶 都偷偷拿去卖 卖到上海 黑市 那就是三倍五倍的价钱 有一半他们自己装在自己的口袋 有一部分真的是有拿去 供应国共内战的中华民国国军 好 本来台湾可以说是鱼米之乡 不缺粮 结果中华民国国军来 他发现 哇 我只要一直印钞票 一直印钞票 印那个旧台币 他就用这个纸张 去跟你换保恩杯 你说这个一百块 我就印一百块的用纸去跟你换 麦克风两百块 一直用木头去做成纸浆 印成旧台币 通通跟你换 台湾人通气通通被他买光了 可是物价一直涨 好比说米 一朵米本来十块旧台币 早上十块 中午变二十块 晚上变五十块 明天一百块 台湾人家里钱很多 可是壁子一直扁 所有东西后来被换到说 台湾人要出去买一朵米 要背一大袋子的钱去 才能买一朵米回来 然后在1949年6月15号 反正你们台湾人钱很多了 好 开始我重新换钞票 这个等一下再讲 就是四万块旧台币 你从家里拿四万块 才来可以换一块钱的新台币 有没有 四万万一块 有没有听过 那时候有人在 还没有四万万一块的时候 他把他家里好几甲地卖掉 说要盖 正好可以盖一个大房子 结果卖完以后 隔天四万万一块 他只剩下可以盖一个柱子而已 房子盖不成了 所以就吊倒竹山 自杀 好 你看 你所有的有钱人都没有啦 台湾人本来有米可以吃 变没米可以吃 我小时候 我番竹签 含鸡签 我吃很多 而且很多是臭掉的 是被虫咬过那个味道很难闻 可是肚子饿还是要吃啊 我想吃到白米要什么吃我才有 就是我的阿姨 我的阿姑 亲戚朋友来 来家里访问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放一些白米在上面 煮的时候米好香 可是等亲戚都吃饱了 换我去吃 我又吃下面的地瓜签了 只有有几颗白米 那几颗白米就吃起来特别香 挑着米粒也弄得 然后我父亲 在大概五六年前 那时候我在从农场改良 改良场 拿到新的品种的地瓜 的品种 我去种 种出来 我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我煮那个地瓜饭给你吃 我他一听到地瓜 闭一闭 我见到我吃很多 他也自己吃得怕到 但是我 我知道这个地瓜很好吃 所以我 我还是煮 然后我 那个添饭给他的时候 我就偷藏两三块在里面 他吃吃吃 一吃啊 哦 现在地瓜这么好吃 然后过几天 他自己骑脚踏车 到我的园子说 你的地瓜的曼藤在哪里 他要捡一些去种他的菜 他退休 他自己喜欢自己种菜吃 没有农药的 现在很多台湾的果农 菜农 自己排要卖的都喷农药 这一排自己吃的不喷 因为我种过红农果我知道 还有台南的朋友 台南玉井那边很多芒果 我朋友 他的儿子带女朋友回来 就说 就找他爸爸 爸爸 我要来搬山 我要去摘芒果 他们爸害怕 不要啊 我们那个还没熟 我带你去你叔叔那边摘 他叔叔那边是种有机的 没有喷农药的 他怕他的媳妇吃了 到时候 小孩子生不出来什么 懂我意思 那很多台湾人种菜的菜农 自己要吃的 就是另外一股地 那我自己种红农果 也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 因为我的红农果没有在喷药 很多昆虫一起吃 毛毛虫也吃 蝸牛也吃 把表皮吃得很难看 可是我卖的时候通通均一架 我装好以后 一斤好比说四十块 我装五斤 就是这一袋就是两百块 你不可以挑 你就是拿一袋走 很多人 因为我负责种 我太太负责卖 他打开一看 哇 你都 这个都吃过了很难看 然后我太太跟我complain 那我就跟他反应说 你如果碰到那种客人 你跟他说 可以啊 我叫我先生 有一排红农果喷料 那一排都会长得很漂亮 喷农药的 那一个来卖给你 他一听到喷农药 他就说不要不要 就这样吃 其实我们是要吃内容物 不是吃外观嘛 对不对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